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电影市场反映好 胡子彤则坦言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我是不太满意的 其实我对自己要求高 觉得自己做得未够好 整个团队都做得很好 不开心 但做演员要面对好多冲击 虽然导演都在 但自己觉得还可以有进步 而在旁的余湘宁随即安慰表示 做演员就是这样 下次会做得更好 余湘宁又未 影片有不少场景 在城门和取景拍摄 他透露自己曾居住在沙田区 对环境相当熟悉 我知道城门和好拉的都好怕 他又提到这次自己在戏中是饰演教练角色 却表示非常担心会令到观众反感 因为我整天要骂人 要好大声 怕观众觉得我吵而反感 好歹出来的效果都是在 他们说我的声音好听 如果不是就会觉得好反 而刚刚与陈佳乐分手 但他似乎心情还不错 1993年出生的余湘宁 于2011年投身模特圈 成为圈中模特 多年来已经以模特身份 拍摄过不少的广告 在2016年的时候 余湘宁正式进军影摊开始拍戏 首部参演的电影作品就是古妹 她在戏中设计演张铃铃一脚 大获好评 凭着在该影片中出色的表现 余湘宁成功入围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 其演技备受关注及任何 因此人气及声知名度大增 之后 余湘宁陆续参演多部电影演出 包括以青春的名义 三个绑匪七条心 非同凡响以及脆丝等 同时 余湘宁涉足电视圈参演过ViuTV 及香港电台制作的多部剧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